明天的天氣如何呢 我們趕快把時間交給 專業的氣象主播王玉婷 玉婷請說 好的 小淳 各位觀眾朋友 趕快我們來關心一下 今明兩天的一個天氣狀況了 我們先來關心颱風 的確 颱風已經逐步加速 在遠離台灣 現在馬娃颱風在哪裡呢 其實它在今天已經走到了 石原宮古島的東北方海面 預計今天晚上呢 它的暴風圈就會籠罩 日本 納霸真的是距離台灣 越來越遙遠了 但是其實今天上半天 我們還是受到了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帶來一些偏北風 西北風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還是有一些 飄雨降雨的狀況 但是整體來說 傍晚過後呢 其實各地的降雨 都已經趨緩下來 也因為偏北風呢 其實北台灣今天 溫度比較舒適一點點 沒有太熱 大約29到30度左右 下一張圖就可以帶大家來看了 你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的降雨 就是集中在北台灣了 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帶來偏北風的影響 北部地區呢 還是斷斷續續 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但是整體這樣的降雨 跟昨天相較之下呢 大大的降低了 只有山區的部分 稍微來的比較多 累積到現在大約是 50到60毫米 溫度上頭呢 您可以看到呢 北台灣因為偏北風 又有一點點下雨 溫度就是29到30度 但是台中以南還是通通來到32度 33度以上的白天高溫 剛是維持以往的水準36.2度 但是今天要注意的是花冬 我們剛剛提到了偏北風 西北風的影響之下被封測 就在花冬地區 今天全台最高溫呢 就是在花蓮的光復鄉了 站上了38度以上的高溫 明天的天氣狀況不只花冬 不只南台灣 北部地區也要小心 又要恢復成炎熱的天氣形態了 亞洲影圖帶您進一步來看 你可以看到 隨著颱風遠走之後呢 台灣環境場的水氣明顯減少了 未來這幾天到週末假期 要留意就是東半部地區 有一些降雨狀況 還有山須 午後熱對流真的會比較旺盛 這個部分提醒您 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四雨區圖帶您看得更清楚一點點 未來這幾天降雨的變化 您可以看到明天整體來說呢 北台灣還有一些殘存的水氣 所以還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但是整體來說 這是飄飄雨的一個情況而已 要留意的是山區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週末兩天特別特別要留意 如果有計劃前往山區的話 中午過後的午後熱對流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溫度上頭呢 節節攀升 我們先來看到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了 您可以看到呢 明天北部地區呢 重新可以占回30度以上的高溫 未來這一週看起來都是類似的狀況 夜晚清晨低溫呢 22到25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更不用說了 一整天都很熱 夜晚清晨27 28度耶 那白天的高溫通通都是在 31 32度以上 甚至明天呢 南台灣的縣市呢 站上34 35度以上的高溫 都是有機會的 炎熱天氣提醒您 外出防曬補水工作就要做好了 比如說呢 隨著颱風逐漸遠離台灣 台灣的天氣開始回穩了 唯獨有一個颱風過後的後遺陣是什麼 這個天氣後遺陣就是我們沿岸的浪還是會比較大一點點喔 今天觀測到你可以看到北部跟東半部地區還是有出現 2到3米以上的一個長浪啊 尤其你可以看到呢 新北市跟宜蘭出現了3到4米的浪高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雖然呢颱風已經逐步在遠離台灣了 但是明天到週末假期呢 海邊呢到海邊活動的話 還是要特別留意風浪的部分 會稍微比較強一些 警戒明天各地的溫度 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重新站回了30度以上的高溫 外出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多暈到晴的好天氣 南台灣還是熱啊 還要留意的是中午過後 山區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東半部地區呢 因為攝影封面喔 有一些東風進來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飄雨的情形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白天高溫28到31度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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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